上一话咱们说到奥林匹斯十二神原本也有十三个 只是其中一个被干掉了 这个干掉神的男人就是小次郎的对手波赛东 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波赛东干掉的那个神竟然是他的大哥 希腊神剑真的很奇葩 都是儿子推翻父亲的统治 宙斯的父亲克罗洛斯推翻了他爷爷乌拉洛斯的残暴统治后 领导了希腊神话中的黄金一带 然后克罗洛斯又被他的儿子宙斯给推翻了 被关在了地狱的塔尔塔罗斯之中 然后宙斯就成为了最高神 这引起了大哥阿达玛斯的不满 脑大还在 怎么可能让脑妖骑在头上呢 所以脑大阿达玛斯就掀起了反派战争 说起来这大哥也不傻 先是解放了被封印在地狱的泰坦一族 又驯服了天界号称最强的怪物提风 更由以赫尔莫斯为首的几名奥林匹斯神加入 没过多久就拉拢了诸多势力 反派大军势如破竹 然而大哥的行动却在波赛东的宫殿被强行中止了 脑地 宙斯那边的四十九柱神明已经归顺于我 之后只要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劝啊 哼 才没有被弟弟踩在脚下的兄长 对吧 你会帮助我的吧 波赛东 这就是我的哥哥吗 太丢脸了 被脑地这么一说 阿达玛斯再也撞不下去了 直接一脚掀反了参作 宙斯也是你也是 明明就是个弟弟 凭什么小瞧我这个兄长啊 我可是你的哥哥 给我放尊重点 小子 神讯人不组团 不背叛 不仰仗 这才是神最完美的存在 但是你这家伙却全都违背了 不是波赛东瞧不起大哥 而是阿达玛斯触犯了神讯 大哥的请求又一次被无视了 波赛东甚至从小就没睁眼瞧过他 这是最让他不爽的 于是他冲向了波赛东 终于他被波赛东震视了 但波赛东的三叉戟也贯穿了他的胸膛 奥林匹斯神的数量也从十三变成了十二 秒杀神的存在 这样的神 小子郎真的有机会将其打败吗 脑海战尸骨无存 小子郎也是颇为无赖 竟直接就地打坐 这是要主动放弃敌抗的吗 还不想死 小子郎长嘘一口气 回想起了曾经的过往 说起来小子郎这一生 还从未在正面交流中赢过一场 当年是从剑术家福田世元 与其外甥决斗 打到一半竟直接认输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武士 但只有小子郎心里明白 他并不是在逃避 而是早已在脑海中预测到了结局 正所谓豪汉不吃眼前亏 小子郎一时的忍让也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小子郎离开了道场 融入了大自然 从最原始的地方找寻着变强的方法 半年后 他带着强健的肉体回到了道场 福田世元的外甥已不再是他的对手 还未开打 谨慎就遇见了自己 被小子郎一分为二的场面 当然小子郎这次回来并不是找谨慎的 而是把挑战对象换成了师傅 不过仅仅是放出了气势 小子郎就退缩了 因为差距实在太大 没有意外 小子郎又消失了 数年后 老师福田世元主动找到了他 惊讶的发现 小子郎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 他想推荐小子郎去做官 但被其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想继续他的败走之旅 只为变得更强 小子郎前往了更宽广的地方 不断的挑战着更强的舞者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持续从败北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让小子郎越来越强 然后时尚最强的败者就诞生了 可是如今面对神明波赛东 根本就没有后退可言 既然如此 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好了 鼓起干净小子郎 你可不能辜负那些 让你变强的仙人们 小子郎也在不断的给自己加油打气 毕竟对手可是最恐神波赛东 直到现在也没睁眼瞧过自己一回 小子郎举起长刀 深吸一口凉气 夹杂着气势扬起的聂风 朝着波赛东奔袭而去 肉眼可见的一小步 就来到了波赛东的身边 顺势一击 这样普通的一击 显然不足以命中波赛东 被其轻易侧身躲过 他这配刀很长 足足三尺有余 这也加大了刀身的重量 遵循惯性原理 这样向下的加速斩机 几乎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反而露出了破绽 眼看躲过攻击的波赛东 就要顺势致命一击 但是小子郎却把长刀 硬生生的拔了回来 杀了波赛东一个措手不及 好家伙 虽然波赛东还是躲过了这一击 但着实有被惊讶到 从没睁眼瞧过谁的波赛东 怒目原真 把眼前这个人类看得个够 终于对上视线了 小子郎这招名为厌烦 是他在哪一击不断的败北中 领悟的绝技 没人真正见过他这招 因为见过的人都已经成为了死人 当然有一个人处外 这个人就是工人最强的 工本五脏 现在我依旧记得 那痛感 看台上的工本看到这一幕激动无比 他和小四郎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了 下期咱们接着看